十字症和精神科的关联 十字症其实最常找的科别 应该是神经科跟精神科 因为我们简单讲 十字症它是一个大脑 它退化的病变 它也不是开刀可以解决的 它其实就是脑的病变 它在功能退化萎缩 第二个在功能退化萎缩的时候 它还蛮容易出现一些 行为精神障碍 像电脑断层就说正常 然后心智功能检查 好像没有明显达到明显失智 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老人家 我们常常讲的可能假性失智 犹豫症的情形 这时候又要找精神科 失智症的个案 将近50%的个案 其实会产生不同程度的 它那一些所谓的行为的 精神障碍的现象 没有最健康只会更健康 快上来加入好友 好友 特广洋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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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洋